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歡迎回來大爆死 Bandai 模型同理砌一砌 正如之前和大家玩鐵騎高達的一段影片 在一月都有好幾盒水星的魔女的模型會出 這盒是其中一盒 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HG 來自水星的魔女的 Megaelis Michaelis 即是中文譯作惡魔審判者 是不是我的朋友? 遮了兩個字,變成Michael 其實我有上網找資料 我很想知道這個名字是否有什麼宗教意味 因為是Michael 先不要算Michael Michael就是大天使米格勒 但是Michael 我又暫時找不到一些很宗教意味的東西 你不要算黑汁士 雖然黑汁士的角色設定和審判者的設定有點相似 但是我也很想知道 究竟這個名字是否有什麼宗教出點 可能獵巫時代是否有這種人物? 我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兄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究竟為什麼會叫Michael 是否有一個典故? 來到這一刻為止 我不計算前轉的兩盒 其實三巨頭三間公司的機體 都一一出現過 事不宜遲 開來跟大家玩玩吧 好 砌起來就這樣 老樣子看了有什麼PACS 這個就是右手的BIMU BRACER 可以發射出來 假裝發射出來 有一個飛索的物體 有一個PACS 有一個專用地台 有兩條BIMU SHABELU 激光劍的效果 就這麼多了 這盒是非常簡潔的 我們現在看看機體 惡魔審判者 是三巨頭公司 角雷私利公司開發的機體 這架機體也是21年前 女巫手獵的主力機體 二端審判者同系列的發展型機體 回來了 轉個圈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這架機體是挺有趣的 稍後慢慢說一下 劇中是這個混蛋 夏迪克去駕駛的 正式說這盒模型之前 真的要吊吊夏迪克這個角色 真是這個人黑化到不得了 那一集 他站在米米的番茄溫室外面 還問他 如果我可以進來就好了 接著米米自己小聲說 真的遲了一點點 那一刻我明明還覺得這對青梅竹馬的朋友 好像錯過了一段愛情 接著下一刻反轉主套就是 是屎和 殺死你們這些混蛋 哇 夏迪克這條真是混蛋 看看他在第二季如何繼續黑化 還是突然會 變成好人 說完劇情 講一下機體 機設方面 就由海魯村兼武老師設計 海魯村老師設計過的機體 真的可以說是多不勝數 00系列 H系列 接著驚爆危機 哇 很多作品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先不要算他有什麼 技術 只是外形 我已經覺得是挺過癮的 整家店 就有種騎士的感覺 真的 三間公司 都做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設計 我覺得是很棒 是真是很表達到 我們是完全不同的體制 這個我是喜歡的 還有我很喜歡這批東西 這批東西叫做Beamu Blazer 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又要拆開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這批東西的造型 嗯 好像一部漫畫裡面的一件兵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就是這個強積裝甲加爾巴裡面 那個單元分離器 無毒有偶地 單元分離器就是針對主角 Yulito Geiber 就可以抽走他的單元 這部機體也搭載了一些干擾波 可以中和或者叫做淡化 Gundleforma的威力 是真的有少少那種感覺 即是不論外形還是 針對主角的功能方面 近一點看 其實整盒模型都不乏一些透明黑士 肩膀 大腿 還有Corpheed 這個位置 眼罩也是 盒子 貼紙比較多 眼底下 因為要做反光閃亮亮的效果 肩膀和大腿都是有閃紫色的貼紙 做發光的效果 今次沒有選擇式貼 所以我就全貼了 另一張貼紙在左邊 這塊紫色的貼紙 另外其他貼紙 就是貼得很辛苦 總共有9張 就是這個 Remo Blaser 裡面的發光效果 稍後再慢慢講 貼紙方面 總共有15張 現在放到這麼大 主要是想給大家看看 鎖骨這個位置的透明Pax 下面 其實是一個駕駛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張椅子 以1比144的模型來說 看到Corpheed 都算做得相當仔細 好 可動方面 頭下波裝 黎牌 左右旋轉 可以向上望 因為這條頸其實是一個雙頭波裝 都算向上望的幅度 都算是挺高的 這隻東西其實都有做到一個Butterfly裝 但是實物質到來 就好像有一點點事與願為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這塊灰色的東西 其實都是有個波裝拍到前面的胸口 但是 外於造型還是怎樣呢 不是很反到出來 不要緊 但是手的可動都不錯 因為是一個波裝 轉動的幅度都大 平舉有得 前臂就90度多一點 複這個位置 其實有個波裝 接駁過胸口 這件規格 所以可以做一點點 向前屋的姿勢 另外這個位置 也有個旋轉 複有波裝有旋轉 但是就沒有了下半身下盆的旋轉 這有什麼怪計 就是 他的腰就緊死了 連著裙子 不過由於沒有裙甲的阻礙 古關節的活動就會比較治癒 向前沒有任何阻礙 打側也可以踢到很高 大腿可以旋轉 小腿接的幅度都多 腳掌就是一個波裝 當然是連接 腳趾這個位置也有個小小可動 不過他這個三寸金簾 好像扎了腳 那樣 雙腳這麼小 其實也有少少難站 我們現在就試試這個 Bimu Blaser 也是這個惡魔審判者 最大特色的武裝 設定就是什麼多用途兵裝 又有個飛索 又可以射雷射武器 可以這樣打開 這樣每一塊 前面這個位置 就有個夾夾 就可以這樣打開 右手的Bimu Blaser 展開的狀態就是這樣 裡面的貼紙真的貼到眼睛 因為他的形狀很難遷 又高低不平 即是綠色 黑色那一條 每一條都是一條貼紙 總共有九條 這裡 那些位置有何而難 就貼到法文枕 這個位置 我是上了少少有 因為它裡面 原本成型是一塊紫色 那些灰色就必須要自己上色 然後我們現在試試飛索的配件 這樣拆出來 很容易就拆出來了 現在就用了這個Bimu Blaser 專用的地台 裝上這個飛索的Pax 就可以重現飛過Bimu Blaser 出來的場景 當然最好就是有個Stand 可以睹起惡魔審判者 有個制空的感覺 都頗有動感 唯獨要面對的問題 就有兩個 一條線就太長了 很難擺到一個很有型 很有氣勢的Position 整個一天都斷了下去 因為太長了 第二就是 插在右手邊的一端 因為它是要對摺鐵線卡在筍位上 有個小問題 我現在拔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樣子的東西 大家就要衡量一下 要摺多少 因為如果摺太多 插在右手的筍位 就變相沒有什麼位置 大家要自己衡量一下 這個位置 試試最後的部分 就是這個 激光劍Bimu Saberu 就給大家看看 Total 有兩條 一條就可以插在這個位置 另一條就 插在Bimu Blazer 前端的炮咀位置 Total 就可以有兩把激光劍 順便試一試給大家看 其實這隻的動作的誇張幅度 都不錯 特別是它的股關節製爪比較少 大家現在看到 貓在這裡 這個姿勢也挺自然的 OK 好 很快就跟大家看過細節 玩過一些Gimmick 這盒就成為90元 都值得玩的 老老實實 Gimmick 方面 真的跟鐵騎沒有得比 它只有大爪爪Bimu Blazer 其實是沒有什麼玩的 純粹是外形比較獨特 我覺得是頗有型的 整個設計頗有味道 我頗喜歡 真是外形是 惡魔審判者的唯一可取之處 我覺得是 跟之前的鐵騎一樣 不知道第二季 夏迪克會不會有新機用 不過我覺得 九十元而已 九條東西 買來砌一下消遣一下 這盒也有一個不錯的早立體驗 唯獨是要補一點顏色 就是Bimu Blazer 內扣的顏色 要補之外 其他也沒什麼需要搞的 滲一下線 找一些Mark Card 填黑色 很簡單的早立之下 砌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大概就是這樣 接著要砌完幾條鋁 5號審判者的機體 當然我只買了一架 沒有買五架 當然我在兩盒開模型的片中間 會夾雜其他開箱 讓大家不要那麼悶 那麼單調 比較多元化一點 好 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 之前和大家玩鐵騎高達的影片 有兄弟留言提醒我 其實貼了這個發動狀態 即是穿了紅燈的時候 額頭那塊貼紙是不需要貼的 我看看 又是呀 即是看說明書 我順便今次 就拆開了透明拍子 撕走了貼紙 露了幾條紅色鋸出來 見由開灰色 就順便補了上面那塊四方形的位置 補了灰色 叫做適合 才是舒服する 深翔 人便去看 立刻舒服了 舒服了